所以剛剛換水換到一半我突然覺得 其實也因為我餵的比較多啦 因為這個玉露液我覺得不夠紅 我就給它飼料量就餵的比較大 然後 這一邊明天也要換水比較安全 然後我已經開始換水 已經開始給它加一點水的時候才突然想到來趕快測一下阿摩尼亞 來有沒有 差不多是在這個數據 1.0 那其實我剛剛 我是水加了一些我才拿起來測的 所以它原本可能已經到這裡了 搞不好這裡 換已經加了一半水了還有這個濃度有沒有 所以這一組測試劑真的告訴你們 要買一下阿摩尼亞測試劑 四百元 有時候你如果覺得你的魚怪怪的你就要測了 像我們是禮拜一 老實講我禮拜一 一百順魚根本沒順吃 你知道喔 禮拜一禮拜二這樣子兩天不在 到了現在禮拜三早上凌晨 兩點半才看到 你看喔 我把水換完 有沒有 剩下的 就好像比較 比較 不會飄來飄去 但是死了不少 所以也就是說齁 那個 你們的過濾系統如果不夠好 能夠負載到哪裡 它的能力就這樣而已啦 那 綠材用比較好的龜島球 什麼那些 它的 負載力就比較大 然後不然的話就會發生像這樣的情況 就是 就會倒缸 然後你趕快再換水 然後它就死到 強壯的當然就留下來 然後死到一個合理的密度 這樣這邊大概掛完就剩下四十隻 左右 等到它穩定以後 把那邊的一百隻分過來 那就差不多是我原本要進餘的一百五十隻了 我知道一百五十隻就是 就是臨界點了 但是我還是給它塞了兩百隻 兩桶塞了兩百隻 一桶大概放七八十隻就好 反正就是類似這個意思 所以 為什麼有時候你們的水不清 然後用了龜島球的水就變輕 那個綠材味要換一換 然後明天過濾盒就把它 整個都要換掉 這個燈前幾天就在閃了 好像就是提醒我要注意 我卻沒有注意 好 阿摩尼亞測試劑很重要 還有 還在用那個舊綠材 用了兩三年 或者是第一代的白色太空球那一種 準備可以換龜島球 那 白色那個太空球 我們店已經沒有販賣了 你外面看到的是山寨的 好 那 效果本來就沒有我們這個 這麼好了 好 龜島球就是比太空球 龜島球是第二代 就做得更好 我才會推第二代 好 拜拜